作为粤港澳合作产业园首个落成的项目 横琴大昌行物流中心6月27日正式开幕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石安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澳门中联办主任傅姿应等嘉宾出席并主力开幕一事 横琴大昌行物流中心是特区政府向横琴首批推荐的项目之一 占地面积为25000平方米 涵盖包括常温 恒温 冷冻仓储及食品加工配送等服务 在这种新的时代里面 不单是对物流行业也好 对其他行业都会有 因为这个新的元素加进去以后 都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可是也是属于一个挑战 所以对于我们澳门物流行业来说 我相信不单是我们澳门大昌行 我也相信我们其他的同业 都会用不同的方法方式去用好这个月高大湾的积蓄的机遇 新落成的大昌行物流中心将把握大湾区带来的新商机 凭借自贸区的创新通关模式 为澳门及珠海提供包括 长温仓 冷连仓储 保税物流等方面的 一站式物流仓储蓄解决方案 并进一步扩大至大湾区其他城市